现煎荷包蛋加上漏牌 早餐时间不少民众都会到早餐店 点份汉堡三明治 吃得饱又兼顾营养 不过现在却爆出早餐店 三明治大肠杆菌超标 以及肉品蛋类还有动物用药 抽验30家业者 那其中有13家业者有不合格情形 那我们抽验了122件的检体 那里面有17件的检体也不符合规定 消保处随机抽查全台知名早餐店 发现包括麦味灯 乡村汉堡等连锁汉堡店 三明治总共10件 大肠杆菌全部超标不合格 另外喜德甜甜乌 拉雅汉堡阿宝等早餐店使用的鸡蛋 以及连锁甲上宝景安店的肉类 都含有动物用药 拉雅连锁餐厅在中和的地方 它这一个蛋里面 它竟然有三个动物用药 是不得检出的 不合格商品消保处 已经要求业者下架不得贩售 并追查不合格的食材来源 依法可罚6万到2亿元罚款 只是食安频频出包 连知名连锁早餐店的肉蛋 都有动物用药 台湾餐饮真的令人事不安心 欢迎新闻 陈明燕 刘亦如台北报道